透过画面可以看到 果园里面一片凌乱 地上通通都是被猴子撕坏的果实保护套 原本树上是结石累累 农民准备收成了 没想到来巡视果园 竟然宛如经历了世界大战 原本一株果树可以收成100多颗的果实 现在只剩下七八颗 来听果农怎么说 这边的压严重 几乎没有了 几乎都空中 为了防治猕猴危害 农民是想尽了各种方法 还有人制造了瓦斯炮 能够发出巨响 借此下跑动物 不过农民说刚开始放有效 但是猕猴非常的聪明 第二次以后看一下 接下来连里都不理 照样进去果园来觅食 让农民真的是看了垂心肝 也很无奈 而县府农业处建议农民可以装电网 也要建议农业部 看看是否能够针对猕猴的危害 有一个补偿方案可以帮帮农民